部分都一樣,所以其實 只要是你動作都差不多,你就是 同樣的方法,分別怎麼樣 把這個 再來就是這個,這個的話是E,所以你就把這個E取消一下,123然後把它貼過來 那也許你可以先把這些先貼貼,這邊先把它貼 然後這邊的話切過來 有些公式比較容易長,這個L的話 就把這個公式貼過來 但是記得,如果你沒有雙銀號 像這個沒有雙銀號的話 那就不用管,這公式一樣也可以把它貼過來 然後最後這個可能會出問題就在這裡,這個是剛剛同學比較會有問題的 那也許你可以先分別把它貼過來之後,然後再來改 那改的話呢,其實只要看到什麼,像這個123對不對,其實比較聰明的辦法是你直接 把這個雙銀號到雙銀號的這個範圍複製一下 然後把這個3貼過去就可以了 這樣會比較聰明一點 這邊的話 不過如果你沒有把握,請你還是慢慢來 你不要像 因為我是已經看了 太多太多這種層,所以我一下就知道貼哪裡 這個3有沒有,直接把它貼上 看到這個3 J3的3貼上就可以 K3貼上就可以 L3貼上就可以了 然後呢,再來這個地方是M3貼上就可以了 那這個後面的這個M3跟M40 這個部分基本上不要動 如果你動了 反而出錯 對 因為你這個 這個不用動啦,因為他 這個M3到M40 指的是所有人的 成績 也就是他的成績跟所有人的成績相比 你所有人不能動,這個範圍是固定的 所以只能動前面的 理論上呢,我們的程式都寫完了 應該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 再來就測試看看會不會OK 不過我建議啦,你如果不確定你一個一個,一籃一籃 一籃做對再做下一籃 你不要一下跳太多 然後再把它直接執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目前我剛剛是做兩籃,這個後面就全部一樣,所以我把它執行一下 這邊就出現了 結果一不一樣了,結果看起來應該 是符合我們要的這個結果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那 表示 這個是大功告成 再來的話我們就可以把兩個按鈕給做出來 按鈕做出來的方式 這個助磚這邊多一個這個就可以把它刪了 因為 如果你這個做完了,那表示他階段性任務完成 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然後 助磚部分 再來就是做什麼 做兩個按鈕出現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烤瓶 的那個按鈕 一個是清除 那做按鈕的部分還記得吧 一 請你到開發人員裡面的插入 找到插入按鈕 再到這邊把它畫出來就可以了 畫的方法 插入 這邊這個 按鈕記得是左上的這個按鈕 按一下 然後呢 再到這個地方 拖拉向右下 拖拉 大小的話你自己決定 大一點小一點都無所謂 放開 然後他問你說 你的 對應的那個程式在哪裡 我們不是有SUB烤瓶 所以就這一個 另外把烤瓶這兩個字複製一下 按確定 再把這個烤瓶這兩個字呢 把它貼到這個按鈕1上面 這個按鈕名稱 OK就大功告成的 第一個 第二個是清除 清除當然你可以再拉一個 不過按鈕會不一樣大小 所以我的習慣是 直接拿這個 複製 再到它底下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移動它一下 移到它底下 這樣的貼上的按鈕才會一樣大 不然的話如果你重新再拉一個 常常會差那麼一點點大小 他理論上你不仔細看看不出來 可是仔細看還是覺得不一樣大 所以 最好的方案 我覺得我的習慣還是用貼的 貼完之後兩個一樣的 你可以按右鍵 再重新去指定它是 清除 所以是 指定 按右鍵 重新指定 它是清除 所以再點一下清除 然後把清除這兩個字複製一下 確定 然後把它貼 貼到這裡 當然你可以自己打 沒關係 你如果不複製就自己打 OK 好 那我們就試試看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我們就完成了 完成的話就是 開發人員 插入這個按鈕 兩個 兩個之後的話 分別指定它的 Sub 所以 這個其實也對應到那個Sub名稱 那最後的話 關鍵時刻來了 就是我如果今天希望按下清除 自動清空 OK 按下考評 自動完成 有沒有 OK 現在還蠻快的 對 所以 以後如果說 當然如果你不會用VBA當然就是 再重做一遍而已 清除就是重新再清除一遍而已 OK 會寫的話 我是覺得還蠻方便的 按一下不就有了 如果你資料倒過來又新的 按一下又有了 不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嗎 對不對 好 那可是後面其實還有一個變化 什麼變化呢 零組 辦事員 助理員 其實因為它有 總共有四個工作表 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但問題來了 如果你今天要是 把這個地方改成零組的話 有沒有 有沒有 比如說這個地方 再 助裝OK 但零組怎麼辦 零組 那你本人切過來之後 難不成怎麼樣 其實有個方法 把這個按鈕跟這個按鈕把它Ctrl C 選擇是按Ctrl鍵 Ctrl鍵按住點兩下 然後呢 Ctrl C 再把它貼到零組貼上 不過它按鈕會跑到這裡 你沒有看你把它移到哪裡 移到你要放的位置 放那麼下面 把它放到 你要的位置 但問題來了 如果你現在 按下去會不會OK呢 其實會跑 但會有個問題 我看一下 按下去 全部OK了 但問題來了 這邊不OK 為什麼不OK呢 因為 它這邊的範圍 只有直到M40 但問題 它這邊到M多少 M101 所以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那怎麼改 OK 清除的話 看一下清除OK 清除OK的 清除沒問題 但是 這個 考評 可能就 就會有問題 所以 後面其實思考說 如果你有多個工作表 做一樣的事情 那該怎麼辦 反正想辦法 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 這些的 題目設計 主要就是見招拆招 就是針對實際上發生的問題 你要去解決問題 讓你 在解決問題上面比較有效率 OK 當然你不學也沒關係就是慢慢來就對了 OK 如果你公司允許你可以慢慢來 沒關係 慢慢來 OK 但如果公司不允許慢慢來 你就要 有效率的做事 OK 所以我把重點剛剛提一下 一 請你把剛剛的 這個後面的公式分別完成 分別就是我剛剛有貼上 其實我只是做幾件事 就是 把那個3 全部變成這個 那至於細節部分 其實你們也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邊 我其實有貼 只是 這邊大家看一下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 我們 再 做兩個按鈕出現 OK 做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 亂亂看 如果OK的話 那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要跨不同工作表 有沒有辦法 也可以辦到 同樣的事情 畫面 再還給各位試試看